韩剧Top10名品负极榜单大揭晓 孔刘 李洞旭 苏智谢 朴旭俊 各个都是好身材 视觉盛宴已就绪 快来找寻属于你的那一款吧 让我们一起欣赏这十位韩剧欧巴的魅力 尽情享受养眼时刻 赶紧擦擦口水 韩剧男神们的身材 简直就是犯规级别的 当提到韩剧中那些令人惊艳的名品负极时 你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是哪位男神的身影呢 是朴旭俊在《三流之路》中 展现的拳击手般厚实的肩膀和性感负极 还是李洞旭在《九尾狐传》中的战损造型 又或者是苏智谢在《Oh My Venus》中饰演的健身教练 那令人窒息的魔鬼身材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十位拥有名品负极的韩剧欧巴 顺序不代表排名 养眼时间已经到来 各位粉丝们快来找到你们心中的那个他吧 一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金秀贤 金秀贤退归来首播作品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中的养眼场景 让人大呼过瘾 你知道吗 剧组更有意安排男神金秀贤换装 那劲爆的巧克力腹肌 简直要惊人视线了 就连我们美丽的女主角徐瑞芝 都忍不住伸手摸了一把呢 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呀 值得一提的是 金秀贤这身材可不是随便来的哦 他自出道以来 一直保持良好的体态 无论是在伟大的隐藏者 还是Ryu中 都曾大方展示自己的好身材 可见其对自身要求之高 实在令人佩服 二 与恶魔有约宋江 宋江在Sweet Home 2中 大方地展示了 他大尺度的裸露臀部画面 而在近期播放的《与恶魔有约》剧中 他更以其健壮的上半身 吸引观众目光 尤其引人重目的是他坚实的 攻二头机和攻三头机 令人惊叹一把便能将人扛起 此外 他犹如大理石般的腹肌 被清晰可见 无需过多描述 都足以引发人们的热气关注 不禁让人产生想要冲入屏幕 与他共享沐浴之乐的冲动 3.三流之路 朴旭俊 朴旭俊无疑是韩国电视剧中 身材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之一 无论是在热播剧集《三流之路》中 饰演拳击手高冬万的形象 或是在电影《青年警察》 以及《驱魔使者》等作品中的精彩演绎 他都成功地展示了 自己健硕而不失优雅的体型 朴旭俊的身材 经历了由过去的轻瘦 逐渐转变为如今的壮硕 他多次客串出演运动员角色 并为此进行了艰辛的训练 这种敬业精神令人敬佩不已 近期有网民坦言 对该演员充满热爱 甚至觉得 仅仅看着他那被头发遮盖的后脑勺 不断散发出迷人的气息 亦或是在不经意间勾勒出的独特魅力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告诫道 亲爱的朋友 请保持冷静 我们曾经约定过要保持矜持和慢热 朴旭俊在电视剧《离太院》中的表现 却让人惊叹不已 他饰演的高中生角色 毫无违和感 185公分的高大身躯 站立在讲台之上 展现出年轻的活力和不羁的气质 使得国内外的众多女性粉丝为之倾心 在那个时期 他那独特的绿色短发造型 风靡一时 许多理发店纷纷推出同款发型 朴旭俊在剧中不仅笑容迷人 而且他的身材更是令人赞不绝口 许多观众都将其照片设为了手机壁纸 从视觉上看 他的手臂线条虽然较为明显 肌肉含量也并非十分突出 但这恰恰处于新手健身者的膨胀期 正如网友们所说 锻炼一分钟 拍照两小时 然而 当镜头切换至他的身体部位 衣物退去之后 他那壮观的胸肌 鲜明的腹肌 若隐若现的前巨肌 再配以深沉的色调 仿佛荷尔蒙都要透过屏幕一出来 这种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形象 无疑是对他最好的诠释 如果不提及年龄 恐怕没人会相信他已经36岁了 那么 朴旭俊的身材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呢 他的胸肌属于圆形胸形 这类胸形的特点便是容易堆积脂肪 尽管朴旭俊的肌肉含量并不算高 但是他的胸肌厚度却是相当优秀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他的胸肌外缘部分 可以看出他在锻炼过程中 双杠臂屈身这个经典动作做得非常频繁 然而 他的上胸部肌肉还有待加强 因此 朴旭俊的胸肌实力 可以说是中等片上的天赋水平 四 九尾狐传李东旭 2020年 他带着全新的电视剧作品 九尾狐传 强势回归 在这部剧里 李东旭饰演了那个 拥有千年修行的狐妖李燕 他那如雪般的肌肤 以及那让人惊叹不已的完美身材 实在是太犯规了 在剧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毫不吝啬地展示出自己的裸体镜头 而他那闪耀着光芒的牛奶腹肌 更是让人无法忽视 自电视剧《我的女孩》 至近年的热播剧集《鬼怪》 演员李东旭 在其职业生涯中 成功实现了青春稚嫩少年 像偏偏成熟男子的华丽蜕变 须指出的是 这其中不仅仅包括演技上的精进 同时还反映在他身体外形的改变之上 尽管长期以来 我们皆已将其视为公认的绝世俊颜 然而 当他吞去衣物 展露出那分布均匀 质地细腻的六块腹肌 以及高大雄壮的胸肌时 无疑令人为之倾倒 不能自拔 据了解 演员李东旭 对于自身的健硕体魄 以颇为自豪 因此 在其出演的众多影视作品中 几乎无不包含大量的裸露镜头 回顾过去 我们曾因他的英俊外表 而为之心动 如今回首 他那健美的身躯 无疑更具吸引力 他的面部轮廓深邃 鼻梁高挺 侧脸线条堪称完美 然而 他那宽阔的胸膛 却似乎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赞叹 此外 在其拍摄现场的幕后花絮照片中 他在昏暗光线下的身影 同样引人注目 他的背部肌肉坚实有力 这位兼具颜值与实力的肌肉型男明星 实在令人心持神网 他的胸肌与身材 更是令人垂涎三尺 无论是在银屏之上 还是现实生活之中 他始终毫不掩饰地 展现着自己的独特魅力 在与粉丝们的互动环节中 他毫不吝啬地展示出自己的腹肌 大屏幕上呈现出的画面 美轮美奂 令人陶醉 每一期的时尚杂志封面 都充分展现了 他那无可挑剔的身材 他那清雅脱俗的气质 以及禁运系的细节元素 使得人们在第一时间 便会被深深吸引住 五 鬼怪的孔刘 孔刘在众多韩剧中 以及电影之中 都曾经毫不掩饰地展示出 自己令人羡慕的肌肉身材 最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 他在2012年主演的热门电视剧 真爱上 错身中那些让人目不转睛的 养眼画面了 尽管这部剧 已经过去了整整11年 但是 他依然经常被人们提起 并热烈讨论 而事实上 现年已经43岁的孔刘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材却越来越好 这全都得益于 他每天坚持不懈地运动健身哦 孔刘那结实的肌肉 简直就像是为动作片 量身打造的一样 实在是太枯炫了 六 任意依恋金与宾 韩剧《任意依恋》中的 男主角金与宾 那落腹肌的一幕真是绝了 他仅仅围着一条浴巾 裸露的上半身 却是无比的健硕壮实 那结实的胸膛 和性感的腹肌 真是让人无法忘怀啊 相信每个人看到这一幕 都会被深深地吸引住吧 七 举中妖精金腹珠 男主角 身为模特的男主角 曾在热播剧集 举中妖精金腹珠中 饰演游泳天才郑俊亨 而剧中大量的泳池戏份 无疑是对他身材的一大考验 为了塑造这个角色 男主角特意调整了 自己的饮食习惯 并加强了锻炼力度 无论是在等待拍摄的间隙 还是在片场休息时间 他都毫不松懈地 进行重量训练 以及俯卧称等体能训练 最终成功塑造出了 如同经过特效处理般的 令人惊叹不已 8.北K2池昌旭 池昌旭在热门韩剧 《北K2》中饰演了一位 勇猛果敢且实力非凡的佣兵 并担当着保护雇主安全的重任 为了完美演绎这个角色 他毫不松懈地锻炼身体 那六块肌肉 如同精心雕琢过一样 深邃而迷人 再加上为角色设计的 甲刺青与疤痕 更是让他散发出 无尽的男性魅力 谈到名品腹肌 池昌旭的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9. Oh My Venus 苏智谢 苏智谢在 Oh My Venus 这部热播剧中 勇挑大梁 扮演了健身教练 John Tim这个角色 令人惊叹的是 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 他就成功瘦身7公斤 在剧中 我们可以看到 苏智谢毫不吝啬地 展示出自己的完美身材 那皆是有力的肌肉线条 实在太吸引人眼球了 如果你想找一位 拥有名品身材的明星代表 那么苏智谢 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 10. 当你沉睡时 丁海银 天使面孔与魔鬼身材的完美融合 无疑是韩国演员丁海银的真实写照 相比其他演员而言 他的演艺事业 尽管起步稍显迟缓 但他凭借在热门韩剧 《当你沉睡时》中的精湛表演 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追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剧中他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场景中 有一幕大胆展示了 自己的上半身肌肉 那张纯真无邪的娃娃脸 搭配着雕塑般的腹肌 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使得这一幕成为了该剧的经典之作 也引发了广大观众的热烈讨论 此外 丁海银的健美身材 也得到了与其共同出演电视剧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的 女主角孙艺珍的高度赞赏 甚至连这位女神级别的人物 都对其赞不绝口 可见丁海银的魅力所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